包穿公司实施演练 白色特斯拉着火 火势迅速蔓延 这时候两名人员 立刻将防火毯摊开 一人拉一边快速覆盖住车辆 多余的布面踢进车体 把整部车完全包住 防止大火波及隔壁车辆 韩国冰式电动车爆炸 凑成140多辆汽车烧毁 8小时才完全扑面 电动车安全问题浮上台面 防火毯成了各个停车场 必备的消防设备 把它覆盖起来 不是说它马上就熄灭 它只是减少它的 有毒的烟 热 有毒气体散出来 地下室它烟 热 它很难排散出去 对我们的救灾 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情报声响起 热险向移监控 感应到温度不断上升 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 低压汽水物系统立刻启动 洒水降温 降低延烧风险 两名管理员快速盖上电车 专用防火毯 接着消防队破爆斗场 使用底盘苗子彻底覆灭火势 高雄今年2月份 新落成的熊工立体停车场 配置完整的消防系统 四重防护就是为了 防止电车爆炸后伤害 持续扩大 要很大量的水 可能要十几吨甚至更多 没有烟 没有有毒气体 没有热 我们会相对抢救起来 比较安全 防火毯的部分 现在我们只要有充电装的 停车场 我们一律都有这个配置 低压汽水物跟热感应器 这个我们后续也都会 要求业者来去做引进 重达20几公斤的防火毯 不止消防中队友 停车场都是标准配置 以备不时之需 当电车起火意外发生时 管理员护目及民众 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拿灭火毯覆盖 阻止火势蔓延 不过消防局仍提醒 如果发现时火势已经变大 就得评估是否会有危险 千万不要冒险靠近 太过逞强 一旦电车爆炸 可能会凑成人身伤害 东四新闻林辰阳 林嘉义 在高雄报道